大家好 这两天在网上买了一颗进口的猪鼎红的虫球 而且还是虫磅的 居商家说有惊喜 那么这个惊喜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就给大家开箱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惊喜 这个时候栽种猪鼎红是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时候栽种的话 刚刚到春季这段时间开花 那么作为年宵花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先看一下到底有什么惊喜 这里送有一包快速生根粉 这个生根粉的作用不是很大 看一下这个包装还是挺好的 这个惊喜应该就是送了这个小的种球 这不算什么惊喜 不过它的这个种球还是挺大的 挺漂亮的 大家看到没有 圆圆的没有什么烂的地方 而且这个猪鼎红是经过春化的 怎么春化呢 就是把它挖出来之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大概20天左右 前段时间也跟大家分享过处理的方法 那么这一颗是经过春化的 所以说就不需要春化了 直接就可以拿来给它栽种 那么我们给它栽种之前 最好给它处理一下 也就是用杀菌药给它泡一泡 我们用杀菌药浸泡 就是预防它这些根出现腐烂 我用的是这个带生猛心 按照1比1千的比例对水就可以了 将它溶解之后 直接把它放到杀菌药里面 给它浸泡 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根有没有出现腐烂的 有腐烂的话直接给它修剪掉 还有一些烂的表皮也给它剥掉 像这个的话是非常完美的 没有什么烂的 这个小的肿球还有一点点 这个小肿球估计开不了花 但是也不一定 也给它放进泡一泡 上家送的这一包快速生根粉 其实也是还有一点点用的 但是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作用 因为朱里红肿球生根的能力还是比较快的 主要是不给它腐烂 所以用点这种杀菌药给它泡一泡 非常有必要 好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下期跟大家分享 如何给它配度 如何给它上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